阿里女员工案主角周某被开除 戏发布虚假信息造成恶劣影响 12月11日消息 据大核报报道 阿里女员工遭性侵案周某 已被阿里巴巴解除劳动合同 通知中称周某曾散布遭到高管强奸 公司知情不处理等虚假信息 引发社会强烈关注 给公司造成恶劣影响 该行为违反了阿里巴巴集团员工纪律制度 一类违规行为第一 5.3条对外发表或传播不当言论 或故意捏造散布虚构的事实 或传播未经证实的消息 造成恶劣影响的规定 对此周某表示均是在阿里内部反馈问题 从未对外传播 也从未接受任何媒体采访 之所以造成恶劣影响 是由公司相关人员的不作为导致 并不是自己的过错 周某于11月25日收到公司邮件 宣布解除劳动合同 11月28日收到指质解除劳动合同文件 周某表示薪资发放至11月25日 没有收到任何补偿或赔偿 自2021年8月初 网上爆出阿里女员工遭性侵案事件以来 此事曾多次登上热搜 并引发出多起相关诉讼案 案件中涉嫌强制猥亵被警方控制的王某文 张某两家亲属也曾多次在网上发声 9月6日 济南市淮英区人民检察院公告称 经审查 涉事犯罪嫌疑员王某文 实施的强制猥亵行为不构成犯罪 不批准逮捕 不批准备